四个研究生 八个博士 五个硕士 我们拍照 拍照的 拍照的 叔叔 奶奶好 Hello大家好 我是周思浑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怎么了不起呢 接下来大家就要跟我进去看一下 现在我前往的位置 是这个了不起人物的 他的目的 来大家看 现在就在我后面 后面这个大幕 我把镜头换过来 大家给我走进去看一下 这个目的非常厉害 来大家看 这个呢 这个目的呢是 这边住的那个 屋主人的墓 他这个墓呢 他曾经业出四个研究生 八个博士 五个硕士 三十几个大学生 都是高材生 毕业于各种 各种就是 比较重要的一些协校里面 所以非常厉害 这个地方呢 真是风水宝地 人才积极 看看我们怎么进去 进去那里面 去 他的那个住过的地方 去参观一下 来来大家跟我一起来 这上面应该进不去吧 我看能不能进去啊 我们我们从从这边 这边那里过去 前面有个阿婆 我问一下阿婆 这边能不能进去 这里的池子都没 我们拍照 拍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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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不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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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阿婆问我是不是拍照相的 我说是 我说不拍他 不拍他 这个阿婆说老人家不上相 这个房子挺好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子挺好的 这个房子 几十年代前 应该是四五十年代 那时候建的 是一个大户人家 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大户人家 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大户人家 你看这个 一个园林的那个别墅啊 这应该是唯一仅存的一个阿婆了 平时这边都没人住的 你看那个房子都已经倒下来了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那后面 后面就不要上去了吧 有一个人啪啪的 我现在走了一圈 都没有碰到有人 你看大家看一下 哪里有人啊 那里也是倒下来了 看到没有 哪里有人啊 我们看能不能去那后面 应该这个房子 看起来有一百多年了 应该不止一百多年 有两百多年 还好这边没有狗 还有有狗的话 这个新房子 但是新房子也没人住 非常可惜啊 来我们往那个后面走这条 你看好像就 感觉 穿越了时空一样 我自己一个人 走在这个时空隧道上 再看一下 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巨大的无人村 好了不说其他 我们还是继续走吧 这边能不能进去呢 我看一下 我们先进这里看一下 来 杂草重生 后面都已经 倒下来了 这里就不去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 看一下能不能开门 这里能开门吗 这里开不了门 算了 不进去了 人家锁着 有一锁着 肯定就不让我们进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不能冒昧地藏进去 这个池塘好小啊 看见了吗 这个水池好小啊 鱼塘叶大 它这个水池纯粹就是个风水水池 不是说像我们老家一样的那种 像鱼的那种水池 这里军这个 叔叔 奶奶好 冒昧地打扰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是有要打扰你们的 只是拍一下视频而已 我拍个视频 留个纪念 将来你们的子孙后代会看得到 他们爷爷以前生长过的地方 我只是简单的记录一下 如果打扰了请见谅 好吧 跟那个公公婆婆也打了招呼了 我就是用视频记录一下 他们以前生长过的地方 真的可能几十年以后 真的这里没有了 真的没有 你看那里面都倒下来了 我现在是做善事 对不对 兄弟们 来我们继续走 其实这个地位置还算不错 有车来了 有车来了 好不容易碰到一台车 不知道干嘛的 不知道是不是来这里偷东西的 这里围起来 围起来就有点 我们就不能进去了 别人围起来 如果我们进去的话 可能就 会有问题 所以我就不进去了 这里也就建设的差不多了 行吧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